嗨,大家好,我是李鲜雪 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吧 这个呢,可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呀,去前世老婆找上门这本书里啊 给家荣,呃,是给李辉啊,找老婆去了 大家快来听听,我这月老当得怎么样吧 一千八百零三集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高亢的声音 屋内的一众媒体瞬间被这个声音给吸引过去 琪琪转头朝着门外望去 只见门外站着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其中站在最前面的正是世界石油大王阿卜勒 一众媒体人看到阿卜勒竟然亲临这次 有关于他女儿的新闻发布会 顿时激动了起来 聚光灯齐齐打在阿卜勒的身上 咔嚓咔嚓的拍照声不绝于啊 对于现场一众媒体来说 阿卜勒的到来可谓是巨大的惊喜 直接将这次发布会的看点提升数倍 洛根和伍兹看到阿卜勒之后 神色皆是不由变了变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眼神都有一些诧异 显然他们谁都没想到阿卜勒今天竟然会来这儿 请你们出示通行证 门口几名健壮的保安看到阿卜勒等人地马 便围了上来 示意阿卜勒出示通行证 通行证 我出席优管我女儿的发布会 竟然还需要通行证 真是笑话 对不起 没有通行证 一律不许入内 其中一名保安冷喝一声 接着伸手要去推阿卜勒的胸口 不过他的手刚伸出去 旁边一个大手立马闪电般地掠过来 一把扣住他手腕同时用力一扭 那个胖保安立马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肥瘦的身子不由顺着被掰弯的手扭曲了起来 放开他 几位保安健壮面色陡然一变 立马掏出枪对准了 那个抓住胖保安的男子 不过男子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句色 冷冷地扫了这几个人一眼 在计算着 一旦开枪三秒之内 能够将这些人全部都解决掉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是魁木狼 在这种场合淋雨不适合出面 所以就命魁木狼过来保护阿卜勒 洛根先生 屋子会长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不想让我进吗 阿卜勒吃笑一声 眼神锐利地望向洛根和伍兹 难道你们是害怕 我揭发你们一些不可高人的秘密吗 他这话说完 屋内的一众媒体顿时一阵的骚动 互相凑着头低声地议论起来 洛根和伍兹健壮 神色微微一变 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伍兹轻轻地点点头 洛根这才抬头 冲门口保安喊道 你们眼睛瞎了吗 没认出来这是丁丁大名的石油大王阿卜勒先生 快放他进来 门口的几个保安闻声这才将枪收了起来 接着退到了一边 奎穆朗也将那名胖保安手不二一甩 阿卜勒这才冷笑一声 接着迈着步子 带着奎穆朗和几个保镖 大摇大摆地走到会场 尽职坐到了最前排的几排桌子跟前 扫了一眼周围的众媒体 昂起头来满脸的居傲 主席台上 洛根亲眼注视着阿卜勒走过来 脸上掩饰不住担忧 他低声冲旁边的五字问 放他进来不会出事吗 洛根内心清楚 虽然将阿卜勒拒之门外 会引发媒体无端猜疑 但是就这么将他放进来 一旦阿卜勒做出什么激动出格的事 那恐怕造成的后果会更加地恶劣 所以洛根这会儿心里慌乱不已 毕竟他心中有鬼 五字满脸自信地冲洛根说道 放心吧 一切都没有问题 就算阿卜勒想闹事 他也绝对找不出任何把柄 而且有他在场 将让这场发布会显得更加具有可信度 洛根咬咬牙 再无多言 垫头说道 希望如此吧 说着 他转头望了一眼会场下面的阿卜勒 巧合的是 阿卜勒此时正抬头望向他 四目相对 洛根清晰地从阿卜勒的眼中捕捉到了一丝仇恨的光芒 不过除了仇恨之外 他眼中还夹杂着一股自得 洛根慌忙避开了阿卜勒的眼神 不敢语气直视 内心却是不由 有一些纳闷 他不明白 阿卜勒的眼神之中 为什么会夹着几分得意呢 好了 请大家肃静一下 接下来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发布会 伍兹清了清嗓子 对话筒喊了几声 随后 报告厅内 瞬间安静下来 只剩下了摄影师不停地按着快门 伍兹对着手里的演讲稿 继续说道 我知道 今天很多媒体都开通了直播功能 在此 我表示感谢 因为这可以让国际上更多的人 了解到我们世界医疗工会的医疗水平 以及我们专注高校负责的优良作风 他话音一落 便听到了下面观众区前侧传来了一声痴笑 众人好奇地转头 发现笑声正是阿卜勒 洛根和伍兹脸色变了变 狠狠地瞪了阿卜勒一眼 也没多说什么 伍兹则是镇定自若地继续说道 今天我们主要澄清的一件事 就是萨拉娜小姐的死因 因为国际上很多机构和媒体 要么遭人利用 要么受人指使 刻意抹黑我们 说是我们世界医疗工会 致死了萨拉娜小姐 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说着 他的眼神不经意扫了一眼台下的阿卜勒 阿卜勒这会儿已经收起了笑声 双眼赤红瞪着台上的舞姿 阿卜勒先生也在这里 我敢对上帝发誓 我们世界医疗工会 自阿卜勒先生和萨拉娜小姐 选择我们的那一天起 我们便尽心尽力 毫无保留地替萨拉娜小姐医治 绝不存在任何滥用药物和玩忽职守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萨拉娜小姐的病例 以及治疗过程的用药都公布给大家 说着他冲台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使了个眼色 工作人员赶紧走过去打开投影仪 然后墙上便投射出了 有关萨拉娜病例的影像 以及治疗过程当中一些药物的使用记录 看着墙上展示着这些资料 阿卜勒用力地咬紧牙关双眼赤红 又想起了当初自己陪着女儿 在世界医疗工会治疗的那一幕一幕 想起他宛如一个傻子一般 被这两个人耍得团团转的情形 如果不是他来之前林宇吩咐过 他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他现在一定站起身来 破口大骂 跟他们两个人当场对峙了 大家也看到了 这些资料上的信息都十分地详细明确 其实我们世界医疗工会 是不会轻易将这些信息公布出来的 但是这次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伍兹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到墙边上的投影跟前 切换了一张病例 和一张核子共振像图 他说道 这是萨拉娜在来之前的检查记录 可以清楚地看到 所有给他检测过的医生 都无法确认他的病症 甚至都不敢收治他 而他体内的病变也是异常地严重 看 这些病变几乎占领了他的胸腔和器官 看起来比癌症晚期的患者还要可怕 可以说当时的萨拉娜 在来世界医疗工会之前 就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